弟兄姊妹平安 很感谢神一天的开始 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试想 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 是多么的有福 诗篇是历代圣徒最喜爱的一卷书 无论是信念的辅导 灵修生活 敬拜赞美 或者是一致四放等等 诗篇都是很好的凌晨指引 感谢神的恩典 把诗篇试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这里 得到极大的安慰跟造就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 读今天的经文 诗篇三十八章 一到十节 大卫的纪念诗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因为你的剑射入我身 你的手压住我 因你的恼怒 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 因我的愚昧 我的伤发臭流浓 我疼痛大大全曲终日哀痛 我满腰是火 我的肉无一完全 我被压伤身体疲倦 因心里不安 我就爱哼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 我心跳动 我力衰微 连我眼中的光 也没有了 我们来读第一节 大卫说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再读第三节 因你的恼怒 我的肉无一完全 因我的罪过 我的骨头也不安宁 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 大卫三次提到 神发怒 而且是裂怒 恼怒 神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呢 圣经一再地提到 耶和华神是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慈爱的神 神为什么要生这么大的气呢 因为大卫意识到自己的犯罪 大大的罪神 惹神愤怒 可见 大卫对神愤怒 是很敏锐的 这是大卫美好灵性的表现 因为对神怒气的敏锐程度 就是我们灵性的记号 是我们灵性的程度 约翰家文说 圣人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 圣人是一个对小罪恶 有很大敏感的人 当我们对小小的罪 都很敏感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过圣洁的生活 如果我们对任何一点罪 任何的罪 都没有什么样子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灵性的死 当我们犯了大罪的时候 才有感觉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很难过圣洁的生活 弟兄姊妹 神的愤怒 是根据神公义的本性 在人的良心深处 释下律法 对大卫来说 他有神的话 作为良心的凭据 所以当神发怒的时候 大卫良心不安 不但心中愁苦 甚至他的身体也出了问题 生病 发烧 骨头 疼痛 身体发臭 流龙 长皮肤病 他从这个罪恶过犯当中 惊醒过来 他恳求神的怜悯 弟兄姊妹 我们看见人的败坏 往往是自以为可以乱发脾气 任意妄为 却不知道我们正在神的意怒之下 我们如果能够像大卫一样的 能够敏锐到神的怒气 知道神为什么生气 这个就知道 神在什么情况下会生气 我们就不会随便的犯罪了 我们也不会随便的做事 也不会随便的说话 乱发脾气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 在不惹神发怒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懂得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 我们看见当大卫懂得神的怒气 他知道要敬畏神 这个时候就是他整个人生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类点 转折点 帮助他能够回到神丰盛的慈爱的里面 回到蒙神所喜悦的生活里 那么这也是今天的教会 能够真正带来复兴的方向 就是要真正的明白 我们的神不仅是慈爱的神 他也是会发怒的 所以要知道 我是在他公义的怒气下生活的 我对他的怒气 对他绝对的这个权人 要存着一个真实敬畏的心 今天教会的复兴 必须从真正的认识 降服在神的圣怒之下 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开始 当我们敏锐到神的圣洁 他公义的怒气 会带来严厉的管教跟刑罚时 我们就能够勇敢的讲出来 神是圣洁的神 我们能够勇敢的去责备罪恶 我们能够勇敢的讲神的审判 甚至呢 圣灵也会在人的心里面来工作的 然后我们就看见到复兴开始了 复兴的开始 也是从你我能够敏锐神的圣洁 能够敏锐神公义的怒气 直到神的怒气会带来可怕的刑罚 所以求神联名我们 让我们能够敏锐他的圣洁 敏锐他公义的愤怒 更求神赐给我们在他的祭坛上 可以分别为圣 求主联名我们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篇 是大卫认罪的时候 一首诗歌 那么神称大卫为和神心意的王 这不是说大卫比别人好 而是因为他向神非常的诚实 没有把他的罪 把他的软弱 跟他的心中的感受 向神来隐藏 更重要的是 大卫懂得在悔改认罪之后 仍然紧紧的抓住神赦罪的恩典 我们来读第四节 大卫说 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 如同重担 叫我担当不起 大卫深知自己所经历的痛苦 是因为自己的罪孽深重 大卫这样的承认罪 除了对自己的罪过 有深刻的认识 也表示他敬畏神 对神的惩罚 有极度的恐惧 大卫知道 他所遭遇的这些痛苦 是来自神的管教 所以他深深的渴望 神能够减轻这个惩罚 将这些痛苦挪走 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若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孽 太重 我们担当不起的时候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是表示我们不愿意 继续活在罪的痛苦当中 我们真的很想脱去 这一切罪的重担 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罪是有生命力的 罪是可怕的 罪的结局就是带来死亡 跟毁灭 雅各苏告诉我们 失意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来 罪继长成 就生出死来 可悲的是 人活在罪的痛苦当中 却往往只会哀声叹气 甚至错怪神 让他陷入到 这种痛苦的当中 但是大卫懂得 要进一步的 向神来寻求怜悯 他会懂得 要向神来求问 他的心意 要知道 到底我出了什么问题 而不是在那里 自哀自怨 注意第九节 这里大卫说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 我的叹息 不向你隐瞒 这时候 大卫呼喊 主的名字 他恳求 神来聆听 他的情愫 他恳求神 安慰他的心灵 大卫深深地知道 哪怕是上 没有一个人理睬他 神 仍然愿意聆听 他的声音 这表示 大卫对神的怜悯 有足够的信心 所以这时候 最好的方法 就是恳求神的怜悯 而不是硬着头皮 继续去犯罪 活在罪恶过犯之中 以致灭亡 我们看见 当大卫知道自己有罪之后 就悔改 当大卫知道自己有罪之后 就离开罪 弃绝罪 除掉罪 甚至他懂得 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 他拿起神所赐给他的权柄 来呼求 神将这罪的重担 来挪开来 新约当中 约翰一书九节 约翰也教导我们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补义 所以圣言我们在 犯罪的痛苦和失败里 我们懂得把这 把握住这个认罪的机会 把握着悔改的机会 更懂得顺服圣灵的光照和引导 所以每一天的QT时 当我们亲近主 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 我们对罪就会越加的敏感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 当我们常常亲近主 圣灵就会 使我们知道 怎么去对付罪 去处理罪 那么进而 依照神的意识 能够伸出懊悔的心来 当我们越亲近主 我们就会越接近圣洁 我们就会越憎恶 这个罪 觉悟到罪的可怕 所以我们绝不会容忍罪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知道一点点的罪会带来可怕的结果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们实在需要神赦罪的恩典 也实在是神赦罪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在你有丰盛的慈爱 宽容跟忍耐 是为了令我在你面前悔改 这是而求主 示下敏锐的心 让我对神你的意怒 能够敏感 让我也懂得把握机会 真实的悔改 离弃罪 好逃避你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 主啊我也恳求你 让我敬畏你 懂得珍惜你的爱 懂得怎么样一生爱你 专心来跟从你 懂得用末日的心情过每一天 好好的为你而活 主啊联名我 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Amen 主啊联名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